塔鲁认为,面对瘟疫,可塔尔的各种与众不同的态度中,并没有多少恶意。 可塔尔常说,这些事,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。 这句话,与其说是显示了可塔尔的得意心情,误宁说是表明了可塔尔的不幸遭遇。 塔鲁在笔记本里,这样写道。 我觉得可塔尔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,出不了城的人了。 比如,亦有机会,可塔尔就向他们解释,鼠疫并不像大伙所想象的那么可怕。 他曾对我说,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 鼠疫过后,我要做这,鼠疫过后,我要做那。 他们不想安安意意地过日子,却偏偏要自寻烦恼。 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。 难道我能说,在我被捕之后,我要做这做那吗? 被捕是事情的开始,而不是结束。 可是,遇到鼠疫。 你要听听我的看法吗? 他们很可怜,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。 我这样说,并不是信口开河。 塔鲁接着写道,其实,可塔尔并不是信口开河。 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。 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, 一方面,却又由于存在戒心而彼此疏远。 人们都深深地懂得,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。 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, 趁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,把鼠疫传染给您。 如果有人像可塔尔那样, 花上许多功夫, 在他所找的同伴当中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, 那么,他就能够理解这种心情, 就会十分体谅有下属想法的那些人。 他们认为, 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他们身上, 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, 突然降临。 尽管有这种可能, 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, 可塔尔仍然能够泰然自若, 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。 所以我认为可塔尔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, 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。 总而言之, 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, 可塔尔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殡于毁灭。 但是, 由于可塔尔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, 他认为, 现在轮到别人来体验一下这种滋味, 这也是完全正常的。 说得更确切一些, 在可塔尔看来, 大家分担恐怖, 那比他一个人单独承受要好得多。 可塔尔错, 也就错在这一点上, 而且, 就在这一点上, 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, 正因为这样, 可塔尔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。 最后, 塔鲁在笔记本里描述了这样一件事, 他证实在可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, 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。 那天, 可塔尔邀请塔鲁到诗歌剧院, 去观看歌剧《俄尔普斯》与《欧里迪克》。 演出该剧的剧团, 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的时候来到本城的。 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, 在与诗歌剧团协商之后, 迫不得已, 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。 因此, 几个月以来, 每逢星期五, 诗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尔普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, 和欧里迪克的微弱无力的呼吁。 但是, 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, 卖座率始终很高。 可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排座中, 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游人士, 那些姗姗来迟的人, 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。 在耀眼的目前灯光下, 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, 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, 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。 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, 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, 他们在城中阴暗街道上行走时, 所丢失的那种镇定情绪, 服饰打扮, 驱走了温神。 在整个第一幕中, 尔普斯, 隐行高歌, 如气如素, 唱得十分出色自如。 几个穿长裙的妇女, 开始高雅地评论尔普斯的不幸。 接着, 尔普斯用小勇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, 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做出了反应。 人们几乎没有发觉, 尔普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, 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, 以及, 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, 恳求怜悯时, 悲哀的声调稍微有点过分。 尔普斯有些动作做得不稳, 可是, 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, 认为他使这位歌迹演员的表演增添了魅力。 唱到第三幕, 在尔普斯和欧绿迪克唱《耳冲唱》时, 场内, 才出现了某种惊计的反应。 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, 或者更肯定地说, 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人声, 证实了这位演员此刻的感情。 他选定这个时刻, 穿着古装伸出双臂, 插开两腿, 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蹬走去, 在一片木歌声中倒了下去。 这些木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, 但观众们感到, 此时此刻, 他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, 非常不合时宜。 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, 乐队停止了演奏, 正听前作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, 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。 起先是肃静无声, 就像人们刚刚做完礼拜, 离开教堂, 又像瞻仰死者怡荣之后, 走出殡仪馆。 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, 垂头丧气地离去, 男人们手腕女伴, 领着他们推场, 不让他们碰撞那些挡道的佳奏。 但是, 这种波动逐渐加剧, 窃窃私语, 变成了高声惊叫, 人们涌向出口, 几座一堆相互冲撞, 大声叫喊。 可塔尔和塔鲁, 这个时候方才站起身来, 亲眼目睹了, 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。 从一个古怪的, 弯曲着的四肢的跌脚演员身上, 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属意。 而这时, 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, 比如, 那些被遗忘的折扇, 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, 都变成了, 一无用处的废物。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, 戈贝尔一直跟丽厄一起非常认真的工作, 他只请过一天假, 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, 会见龚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。 那天中午, 龚扎莱斯和记者看到两个小伙子嘻嘻哈哈地来到会面地点, 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, 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事。 总之, 这个星期没有轮到他们值班, 只好耐心等到下个星期, 一切再重新安排。 何贝尔说他也是这么想的, 龚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, 不过这一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赛尔和路易家里, 龚扎莱斯说, 咱俩再碰一次头, 要是我不在, 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, 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。 但是这个时候, 马赛尔和路易两个人中有一个说,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里去, 要是他不挑剔的话, 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, 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。 龚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, 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。 马赛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, 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墙, 这是一栋西班牙式的小屋, 墙很厚, 有油漆过的墓外板窗, 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。 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居, 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。 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。 龚扎莱斯表示惊讶, 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。 马赛尔说, 住在城里附近, 总可以想到办法的。 朗贝尔又吃又喝, 龚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, 但这个时候, 朗贝尔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着他在城里还得待一个星期。 事实上, 朗贝尔还要等上两个星期, 因为为了减少值班次数, 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。 于是, 在这两周中间, 朗贝尔持续不断的拼命干, 几乎闭着双眼, 从黎明以至埋头工作到傍晚。 他总是在深夜, 在上床睡觉, 而且睡得很沉, 从以前的闲散生活, 突然转入现在的, 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, 即使朗贝尔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经历。 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逃出城的事, 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。 在一个星期以后, 朗贝尔私下告诉丽厄医生说, 在头一天夜里, 他第一次喝醉了酒。 他走出酒吧时, 突然感到自己的腹骨沟, 长得厉害, 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。 朗贝尔想, 这一下子, 传染上鼠疫了。 当时朗贝尔唯一的反应, 就是奔到了这个城的高处, 在那儿, 从一个狭小的地方, 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, 但是仍看不到大海。 就在那儿, 他大声地呼唤了妻子的名字, 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。 后来回到家里, 朗贝尔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, 因此, 朗贝尔对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冲动, 感到有些难为情。 雷厄说, 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 不管怎么样, 在这种情况下, 人很可能, 敢他需要这样做。 当朗贝尔向利尔告辞的时候, 利尔突然补充说, 朗贝尔, 今天早上, 欧东先生对我谈起了你, 他问我是否认识你, 他对我说, 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打交道。 朗贝尔, 你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。 医生, 那,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? 他的意思说, 要你赶紧办。 谢谢。 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术, 然后,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, 突然回过身来。 自从鼠疫发生以来, 这是利尔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。 医生,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? 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。 利尔习惯地摇了摇头说, 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情, 朗贝尔已经做出了选择, 要的是幸福, 那么他离恶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。 在这件事情上, 离恶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, 哪是好的, 哪是坏的。 医生, 在这种情况下, 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? 这下, 轮到离恶笑了。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。 第二天, 他们俩什么也没有说, 只是照常一起工作。 第二个星期, 朗贝尔终于在这栋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。 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, 搭了一张床。 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, 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。 因此, 朗贝尔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待在屋里, 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妈聊天。 老大妈是一个很瘦, 但人挺精神, 穿了一身黑色衣服, 干净的白发下面, 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。 他不爱说话, 当他瞧着朗贝尔时, 只有他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。 有的时候, 他问朗贝尔怕不怕, 把鼠疫传给他的情人。 朗贝尔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, 但总的来说, 风险极小。 可是, 如果他留在城里, 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。 老大妈微笑地问, 小伙子啊, 他人可爱吗? 很可爱。 漂亮吗? 嗯, 我认为是的。 哦, 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。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, 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, 但也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。 这位天天早晨都要往弥撒的老大娘问, 你不相信仁慈的天主吗? 朗贝尔尔承认他不信, 于是老大妈又说, 他是为了这个原因。 您应该去和他团聚, 您是对的, 要不然您还有什么笨头呢?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, 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地, 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。 有时, 用手摸摸钉在墙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, 或者数数台坦边缘, 吹着的羊毛小球。 晚上, 小伙子们回来了, 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, 只多说一下, 今天还是没有机会。 晚饭后, 马赛尔弹琴, 大家喝回香酒, 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。 星期三那天, 马赛尔回来告诉朗贝尔, 明天半夜, 可以走了。 您准备好了吗? 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, 其中一个被传染上了鼠疫, 另一个因为平时 常跟前者待在一个房间里, 已被隔离观察。 因此, 在两三天内, 只有马赛尔和路易在值班。 那天夜里, 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, 第二天, 就有可能走了。 朗贝尔表示感谢。 老大妈问, 孩子, 你高兴吗? 朗贝尔嘴里回答高兴, 可是, 他的心里, 却在想着, 另一件事。 您好看、 您好看。 请不吝点赞, 您好看。 老大妈은